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惊恐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 却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三桩莫名的失踪案 受害者是三个女人 她们除了都是女人 再没有共同点 一个是高中学生 一个是已婚少妇 一个是恋爱中的年轻女子 大家很快就发现了 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这三个女性失踪时的座位 都是二十四排四号 最后一排 如果说这是巧合 你信吗 请听广播剧 梅花剧院 第三集 几天后 小刘听说 小孙又出了问题 好像是得了什么怪病 小刘和赵经理 立即到他家探病 小孙坐在床上 劈头散发 又哭又叫 歇斯底里 她丈夫抱着他 不停地安慰着他 她面容愁苦 极其地憔悴 小孙 你怎么了 你管不着 别问了 她什么也说不清楚 来 你们先坐吧 她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昨天她还好好的 昨天晚上 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也不知道 那电话是谁打来的 她跟那个人 说了好半天 然后 她就跟我说 她要出去一下 我也没问 她去见谁 结果她就走了 大约 两个小时以后 她回来了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别说我 我不爱听 你带她去医院了吗 去了 医院给她打了点安定剂 好了点 今天早上 这不又犯病了 每次犯病 大约半个小时就好 问她刚才的情形 她一点都不知道 你才不知道呢 一定是上次 受刺激留下的后遗症 你说呢 小刘 小刘没说话 一直在听 她偶尔看了看小孙 发现她正盯着自己 她觉得 她的眼睛后面 还有一对眼睛 那双深藏的眼睛 杀气腾腾 她的心抖了一下 小孙突然嬉嬉地笑了起来 她说话了 我姓袁 你叫袁神吗 你们去看看 1939年11月3日的镇报 那上面就有你们要找的谜底 1939年11月3日 这莫名其妙的话 让小刘想起了 24排4号下面的那行字 都是1939年 怎么这么巧 她震惊了 说完这些话 小孙直挺挺地躺在了床上 孙力 孙力 啊 她睡了 那我们先走了 你让小孙好好休息 啊 好 赵经理 小刘 你们慢走 我 我就不送了 赵经理 我去图书馆查一查 你先走吧 小刘 这事儿 你就多费心了 有什么情况 立即给我打电话吧 小刘 直接来到了图书馆 她翻找了好久 终于把那张旧报纸找到 而且 有了重大的发现 她立刻给赵经理打了电话 赵经理 我看了1939年11月3日的镇报 那上面有这样一则新闻 一个叫薛宝山的银行职员 他刚刚交了一个女朋友 袁某 袁某是一家洋人诊所的护士 两个人很合得来 1939年4月17号 薛宝山买了两张电影票 约袁某去看电影 到了开演的时间 却突然来了一个急诊病人 袁某就没有去 那男人怎么等都不见袁某来 很生气 临时找来了另一个女人 跟他一起看电影 这个女人 一直暗暗喜欢薛宝山 这一场电影 成了他跟他关系的 一个重大转折 薛宝山竟然干脆甩了袁某 跟这个戏子好上了 半年后 他和戏子举行了婚礼 那个袁某又悔又气 在他们结婚的那个日子 他跳河自杀了 有一天夜里 那个戏子突然惊醒 惶惶不安地对丈夫说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 那个袁某回来了 他蹊跷流血 追着他大叫 你还我的票 你还我的票 从此 袁某就跟这个戏子 形影不离了 日日夜夜在他身后大叫 你还我的票 戏子就疯了 不会吧 真有姓袁的呀 巧合吧 等等 我再看看啊 不是吧 那上面有那个袁某的照片 印得很粗糙 不过 不过觉得他有点面熟 很像 小刘 像谁 你倒是说啊 没 没 我就是知会您一声 别的没什么事了 回头见 小刘 吓傻了 难道那个戏子坐得正巧 就是二十四排四号这个位置 难道一切都是那个袁某的阴魂在作怪 他仇恨所有坐在这个座位上的女人 小刘感到这件事情真的很恐怖 小刘还是不明白 那天 小孙看见张大爷进了剧院 他为什么不见了呢 小刘想靠近这个看门人 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从他的身上能揭开这个谜底 至少他整天生活在剧院 他对这里更加的熟悉 这一天下午 小刘来到了梅花剧院 天很热 路上的行人很少 一条狗在树荫下吐着舌头 小刘敲响了剧院的大门 过了半天 张大爷才打开了门 哦 哎哟 小伙子 是你呀 哎 有事吗 我想跟你聊一聊 啊 来 进来吧 小刘进去了 张大爷把他引进他的值班室 这个房间很小 切割成两间 外面摆着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橱柜 里面有一张床 一张写字台 这里面果然很干净 甚至有一种香气 像女人住的房子 只是光线有点暗 小刘坐了下来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想跟您说说话 您知道 我女朋友不见了 心情不太好 啊 你女朋友 是啊 那三个失踪的里面 有一个就是我女朋友 所以那天我才想进去 看个究竟嘛 哎 谁遇上这种事 心情都不会好受 哎 对了 对了大爷 您在这个剧院工作多久了 啊 说起来话长 我从小就在这里干活 从小 哎 没错 那时候 那时候还没解放 这家剧院啊 还是个私人 还是个私人剧院 老板 小建筑 这个剧院就是他盖的 哇 真厉害啊 这剧院现在是破了点 不过 看得出来 其实很不错 哦 那你呢 干什么工作的呀 哦 没个固定的活 就是平时画画什么的 哦 那你是画家 对吗 算是吧 哦 我家有一个保存完好的家谱 上面有我列祖列宗的画像 那都是历代的画家画的 手法都很高超 那天我给你看一看呀 好啊 我告诉你 我的祖上可都是当官的 哎 你猜最大官制极品呢 大爷 你真风趣 这我怎么猜得着啊 得 那是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啊 那么大呀 哎 可不知从哪代起 他官就越做越小 到了我爷爷那辈儿 仅仅是清朝县衙里的一个小官吏了 到了我父亲就成了包公头了 哦 那哎 张大爷 四天前停电的那个晚上 小孙看见你进了剧院里面 可是你怎么不见了 小孙一定是看花眼的 停电了 我到剧院里去干什么呢 也对啊 一定是他看花眼了 小刘觉得张大爷的表情极其的可疑 回家的路上 小刘一直在想 如果是那个死去的袁某在作怪 那么这个张大爷 那么这个张大爷为什么神态那么异常 如果是他在搞鬼 那椅子下的那行字怎么解释 小孙的风言风语怎么解释 那则旧报纸上的新闻怎么解释 小孙的病好了 他继续来上班 他变得沉默寡言 很少说笑 上班匆匆地来 来了就低头工作 工作完了就匆匆地走 他遵找赵经理的嘱咐 再没有卖过那个可怕座位的票 可是过了不久 又发生了一起失踪案 有一个女子去看电影 再没有出来 她的身上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 那天看电影的人不多 因此多数座位都空着 大家猜测 那个女子一定是无意中 坐在了二十四排四号的座位上 才遭到了厄运 出事的第二天上午 警方又来调查 剧院的员工一个个的被询问 这一次 他们同样没有调查出 任何有用的线索 警察离开之后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心情都很压抑 大家不要担心 没什么事情 大家好好工作 不要分心 不过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 如果发现了可疑情况 立即向我汇报 行了 大家先回去吧 请进 经理 哎呀 是小孙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 我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告诉你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 想告诉我什么呀 我 哎 没有外人 你直说吧 我 经理 你看 赵经理 赵经理 顺着他的目光 看过去 门缝里 竟然有半张脸 那道目光 直直地射了进来 他仔细地看了看 断定 那是张大爷 他的脸 第一次像换了一张似的 和善的目光 一扫而光 透着几分争鸣 他发现赵经理 看见了他 就把门慢慢地拉开了 换上了 以往的和善表情 小孙 我找你有点事 你拉一下 你没看见我跟小孙 正在这里说话吗 啊 对不起 那我在门口等你啊 小孙啊 没事 你说吧 不不不 没什么事 你别跑呀 小孙没有停下 快步走出去 一闪就不见了 赵经理呆呆地站着 猜到他的内心 一定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下午 赵经理直接来到了小孙家 他丈夫上班了 只有他一个人在家 赵经理进了门 看见屋子里很乱 床上的被子都没有叠 他刚才一定是在蒙头大睡 他见了赵经理 神情有点慌乱 我知道你有事 说出来 不要怕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都有我给你撑着 我 我 这次外面什么人都没有 我确定 经理 你真的确定外面没有人吗 要是 要是外面 我保证没有人 你放心吧 嗯 他突然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 抬起头 刚要张嘴 又止住了 走到门口 朝外观察了半天 走回来 站在赵经理的面前 低下头去 这时候赵经理看见他的眼泪流了出来 赵经理 你知道吗 其实我 我没有任何东西附身 我 别哭了 小孙 冷静一点 你 你觉得自己没有东西附身 干嘛又哭又闹的呢 经理 那个 都是张大爷让我这样干的 你说什么 张大爷 对啊 就是他 张大爷 他为什么让你这样干 我也不知道 停电那天 我明明看见他进了剧院 可是我跟进去之后 就找不着他人 我觉得 他有问题 就马上给你打了手机 可是 你知道吗 当时他就像 就像幽灵一样 站在我身后 还 重重地 拍了我一下 我 我当时吓坏了 什么就没有对你说 就 就把电话给放了 是啊 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天晚上 你给我打的电话 那天晚上 你的语气也特别的奇怪 就是那天发生的这些事吗 就是那天晚上 后来 我回到家 家里电话响了 我接起来 经理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张大爷 他让我装疯卖傻 说 他让我说 说自己姓袁 还要我告诉你们 让你们去找 去找 1939年 11月3号的震报 他说 如果我不这样做 他 他就杀了我 是他 比我这么做的经理 冷静一下 小孙啊 你别着急 慢慢说 张大爷平时 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这其中 一定有什么隐情 我不知道 不过 经理 我一直有个直觉 张大爷 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咱们镇上 这些失踪案 跟张大爷他 绝对有关 我特别怕他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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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不按照 他说的那么做 他一定会 会杀了我 那 你后来 出去干什么了呢 后来啊 放下电话 我心里怕得要死 又不敢告诉我老公 我想去报案 于是 我就出去 在外面 东转西转 想了又想 我还是怕张大爷 我怕我报案 还是会被他杀死 所以 所以最后 我没有去 我还是没有勇气报案 最后就回家去了呗 可是 那你今天 怎么又想说出真相了呢 今天 又一个女人失踪了呀 而且 他还怀着孩子 大家都是女人 我很同情他 如果我不把真相说出来 说不定 还有多少女人要倒霉呢 你说 我 我是不是要遭雷劈呀 嗨 小孙 别这么说 唉 不过 提起那个怀孕的女人 我这心里 也很是不忍呢 今天上午 他叫你出去 是不是威胁你 不要说出去呢 今天上午 就是在您办公室吗 当时我出去以后 心惊胆战的 可是 我出去 他就不见了 小孙啊 事情到了这一步 咱们只有一个地方了 去公安局 报案 好 咱们一起去 小孙和赵经理 一起来到了公安局 详细讲述了 事情的经过 专案组的几个人 听了小孙的讲述 简单地研究了一下 决定立即传唤 这个姓张的看门人 张大爷 为什么逼小孙装疯 他和失踪案 有什么关系 谜底即将揭晓在 广播剧 梅花剧院 大结局 编剧 吴小蕾 录音合成 吴小蕾 旁白 杨硕 赵经理 由王毅饰演 小孙 由吴小蕾饰演 小刘 由前秋安饰演 丈夫 由高� 饰演 吴小蕾饰演 小霍 if you can see 海湾 可 不二 许 贴 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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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